詞曲 李宗盛 啊 啊 走雨前田路 江山萬里西 请观看 又是一个风和日历的假期 太原市的银泽公园聚集了好几百名热爱近距的票友 他们多数是退休的老人 也不乏轻壮的一代 有的唱轻衣 有的演虚声 打鼓的打鼓 拉琴的拉琴 一切随性而起 自动自发 虽然说只是玩票倒也有模有样的 我叫竹荣 我是竞技院的一名退休演员 今年64岁了 退休以后呢 为了发扬民族文化 振兴竞技 所以我也就加入了社会上这个票友活动 也是为了这个劳友所乐 劳友所作为 山西帮子呢 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那他的特点啊 他的演唱特点是高亢悲凉 热情豪放 他呢 是我们山西五十多个剧种的排头兵 他的唱腔呀 充满了我们山西黄河文化的特色 近距约有四百多个传统的剧目 以虚声 青衣 花脸 大三门的唱功戏为多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近距形成在山西静中这代 流行于陕西 内蒙古 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 还是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主要剧种之一 它在清代咸丰同志年间就已经盛行了 在长期的艺术发展过程当中 近距保留了湖州邦子和北路邦子 慷慨激昂的艺术特色 而且呢又具有婉转细腻的风格 接下来就让大家一同欣赏山西省的三境近距团 所演出的刘氏四娘的传奇 刘氏四娘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牧连旧母中的那位母亲 话说牧连长大后不久呢 父亲便过世了 也许是打击太大 竟然得了一种怪病 用尽了各种方法 怎么医都医不好 最后连道士巫婆都给请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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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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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别吵了 人都烘过去了 你们喊 杀 好 好 够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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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抬 抬 我所讲三代是斩年妇 岂能杀盛太监 总算请来了太医 却给刘四娘出了个难题 儿子是你的 久不久打你 搞死 阿里头 这可怎么办 牧连家族世代痴债念佛 牧连从小也是如此的 丈夫过世之前呢 还一再告诫 但太医所开出的药方 竟是狗肉汤 其他方法又治不好牧连的病 刘四娘可真是天人交战 扮演刘四娘的杨小娟 是山西省戏剧信花奖的获得者 她主攻小蛋跟刀马蛋 她在刘四四娘中苦练独特的敲子弓 令人激赏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演员 眼界木连病情越来越严重 几乎到垂死边缘了 刘四娘旧儿心切 顾不得家族的压力 跟死去丈夫的告诫 在此时 忠心的狗儿竟然主动愿意牺牲性命 刘四娘呢 只好将心一横 牧连的命真的被救活了 但刘四娘呢 却因杀生受到族人强烈的谴责 甚至连儿子牧连都无法谅解她 而就此出家 在万念俱灰之下 刘四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死去的四娘仍心系着牧连 出家之后的牧连呢 也终于体悟到母亲用心良苦 两者在四娘的灵前阴阳相会 可四娘唯恐自己鬼魅的脸孔 吓坏了牧连 始终不愿正面以对 最后是在牧连的坚持下 母子终于相见 得到牧连谅解的四娘安心下了地狱 而判官呢竟是自己的夫君 无奈夫君自命清高 十股不化 不但没有为四娘解围 反而让四娘受尽地狱各种折磨 最后是靠着牧连凭借佛法 冲入地狱救四娘 四娘才得以获得平反 整个演出扣人心弦 可以说将禁剧的特质 发挥到淋漓尽致 创新的北路邦子 后继不绝的蒲剧 令人目不暇己 在下段节目呢 带领各位领略不同的戏剧演出 传统戏曲目前普遍面对着两大问题 一个是如何传承 一个是如何跟时代接轨 在山西呢 我们看到许多从事戏曲的艺术家们 正在费尽心力地 为这两个问题在奋斗不已 精神令人相当赶佩 新州是秦境高原的一部分 俄晋阳北路门户 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立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抗日战争期间 著名的平行关战役 和新口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整个新州的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是农业生产或是工业发展 都有长足的进步 为了一窥山西四大邦子的全貌 我们来到新州市 因为这里是北路邦子发展的重点 尽管如此 这儿的艺术工作者呢 仍旧非常艰辛 北路邦子大约形成在 十六世纪中叶 到清嘉庆大光年间的 十九世纪初叶 趋于成熟 基本上北路邦子是 蒲州邦子扩展的产物 是蒲剧北上演出留下的剧种 逐渐跟当地语言和民间音乐 结合融化形成的新剧种 帅到年夜叶上 北路邦子老一人代代相传 就有这么几句顺口溜 生在蒲州 长在新州 红火在东西两口 老死在宁武朔州 这东西两口指的是 张家口道包头这条 竞商交易的药道 越红火的淡绝呢 越可以在这代吃香喝辣的 不过一旦上了年纪 就只能沦为到宁武 朔州这带山区 来搭班混饭吃了 直到老死 这么说来 虽有几分现实 却也反映出 北路邦子盛行的区域 北路邦子特别注重唱功 创造了许多花腔 丰富了表演的内容 北路邦子的嗨嗨腔特别多 但是像我们这一代 随着这个年龄 这个社会的发展 和与时俱进 特别是现在有年轻的观众 就是我们嗨嗨的腔 在传统的基础上 有了改革 有了创新 不是老一人过去 就是我们前一辈 老前辈 就唱三个字 也许能嗨一分钟 但是我们这一代 因为世间观念 观众都是需要 快点快点 不需要那么慢 因为社会在前进 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 有了改动 比如说我在黄河管子生当中 扮演的是大花眼 黄河儿女 黄河岸边的一个少傅 唱了几句 就是说你不该 就这么三个字 就是说我们北楼棒子的 嗨嗨嗨嗓就发挥的是 淋漓尽致吧 你不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李宗 ax 团长程凤英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演员 曾经获得梅花奖和文化奖的殊荣 他的基本功相当扎实 能文能武 小声轻衣都有上乘的表现 而他头顶上的拿手绝活呢 像是这林子宫或者是茂翅宫等 可以说是进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把角色的内在心境完全彰显表达出来了 我之前都是发黑青的 勒上以后几个小时 有时勒得要恶心要腿 他勒上不能不动 他还在练 所以这些东西经常练的 我可以说心里肚里边翻江倒海 练的有些时候 自己把头一推 自己就眨眨地睡在地板上了 自己就是不练了不练了 自己干嘛要折腾自己这样了 自己找罪受了就是 当这个难受过去以后 自己告诫自己了 还得练 不练不行 还得练 这就是我们戏曲演员 特别特别难 他要方方面面来塑造一个人物 看这出黄河管子声 是新州北路邦子 偶心力写之作 其中融入不少 现代舞台剧的表现手法 可以说在当地呢 是相当大胆的尝试 在高亢激昂的浩子声中 拉倩的汉子 以剪影的效果 或者节奏韵律 缓缓步入舞台 这样的场面跟气势 可以说在一开始呢 就已经把黄河 和人之间的关系 做了强而有力的破题 浪 花花声飞来 浪 渐渐上走 黄河人敢在黄河里 要管子声飞来 啊 观子身合者 好此不合有 铁骄板菜出地道 好好的 哎呀 阻日子长车破牙 阻日子消车走 这出戏表现手法的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利用一群女舞者 以不同的舞姿 不同的服装 来勾勒出黄河的动态跟氛围 故事的发展是从二柱子 这个班传汉 在黄河里出世开始的 大家都以为二柱子死了 其实呢 她已经被大花眼这个小寡妇给救活了 但是呢 也唤起了小寡妇 她压抑八年做女人的渴望 于是两个人开始有了微妙的互动 小花眼 然而二柱子的媳妇小花眼呢 并不知道二柱子还活着 最后她竟然跳河自尽了 在戏里头 其实这个小花眼呢 后来也被救活了 所以这传老大是白担心了 说到创新就有谈到这个黄河管子生 对 对 对 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想做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创新 《黄河管子生》这出戏吧 就在我们新洲 那么我们反映的这个是黄河儿女感恨感爱 无私的博大的情怀 就是反映黄河人生生不息的一种向上的精神 即便是那么生活的艰苦 就是跟这种唱的一样 就是苦日子笑着走 男日子笑着唱着过 就这种精神来延续黄河一代一代的生生不息的 往下延续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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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 抱大姐一回吧 活着的二柱子当然收不到小花眼的小船 而且呢还跟小寡妇有了露水情缘 但后来他们得知小花眼并没有死 小寡妇呢便成全了二柱子的思念 让她回去找小花眼 一切都回归原点 你 再来瞧瞧这位小姑娘的本事 她正在表演她拿手的掌上功夫 不过小姑娘学的不是北路邦子 而是蒲州邦子 没错 我们已经从新州转移到运城这所蒲剧学校 在这里呢 有一群国小年纪的学生 从小就立志 要在表演舞台上发光发亮 古代蒲剧 因兴起于山西南部的蒲州 也就是今天永济这代而得名 也称为乱谈戏 在抗日战争时期 蒲剧著名演员颜冯春 他创造了燃口宫 茂翅宫 轰动当时整个西北巨坛 蒲剧流行于山西 陕西 河南 甘肃 和青海等省的部分地区 是山西四大邦子当中最为古老的一种 静剧 北路邦子 河北邦子 都是从蒲剧中所衍生出来的 你几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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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三了 十三岁啊 干妹妹呢 九岁 九岁啊 九岁就是 就表演得这么好啊 那你这个角色练多久啊 练不到一个月 练不到一个月啊 那那个里头最难的这种部分你觉得 最难的就是表演 表演 唱呢 唱的部分我看你也唱得很好 唱 唱 唱好唱 就是唱好的话就可能 要唱得好是要怎么练 你都怎么练 唱就是每天早上都得伞来伞 都带到伞 哦 每天早上都得这样都得持续这样练 那那个你刚练的那个袖子 那个袖子啊 袖子也 难练的啊 你这样练很费力竞 人家练就是一个时间练 我练的时候里面还只靠一个袖子 靠一个袖子 我本来就瘦 人家那个再缠一下 我都用不上练 刚开始根本就给不起了 那会不会练得很辛苦 那很辛苦的时候会不会哭 会不会练得哭了 有时候又来不了就知道哭 哈哈哈 但是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 博具惯用特技来表现人物 演员的动作比较显得宽大有力 练起来相当辛苦的 老师都说我比较适合演小蛋 但是因为我的嗓子不怎么好 对 还是就走刀马蛋这部分 嗯 可是这个部分很辛苦啊 对 非常辛苦 这你这样练了多久 练了两年多 两年多啊 快三年了 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 最辛苦的部分就是 每一次练功的时候 老师给我包了头 然后呢 挺苦的 挺苦的啊 艺术工作这条路呢 走起来总是艰细漫长的 但却又是那样的迷人 让人割舍不了 这样的纠葛呢 就像是刚才 《黄河馆子声中》所唱的 田煞人 你这道河 又苦煞人 你这道河 512大地震之后 大陆相关单位 是如何抢救古迹文物的 请看下段节目的说明 还记得先前在《跟着九香游四川》 系列报道当中 那位在庞桐墓前 唱竹琴的老人家吗 在512大地震之后呢 我们对于他的安危 始终是非常关怀的 因此这一趟呢 还特别跑了一趟庞桐祠 希望能够再度见到 这位老师傅的风采 现在我们来到德阳市境内 这是蜀都北部的门户 也是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古战场 这里曾经是川山古异道的重要关口 凤楚先生死于落凤坡之后 蜀汉昭烈帝刘备 建了这座三敬四合的祠堂 来奉赐庞桐 并且将他安葬于此 庞桐自世缘有很高的才华 他跟诸葛亮是齐名的 曾经深入 有83万人马的曹营献连环祭 使得曹操大败 立下赫赫战功 德阳市在川北大地震中 是重灾区之一 庞桐祠没有倖免 由于近百年中 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 因此早就是白蚁的家 梁柱已宿 在墙镇中 这栋建筑整体往左倾斜 陆游跟四川结缘甚深 他曾经路过旁统祠墓 当时就写下了 世缘死千载 七策过夷祠 海内长南河 天心起一枝 英雄千古恨 父老岁时思 苍险无情急 秋来满段悲的 诗句 上次我们来拜访时 那位拉着竹琴 嗓音洪亮的老者 据说在大地震发生之后呢 谁都没有再见过他 老人家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 使他在乡琴们的心目当中地位崇高 他在旁统词前所唱的 有关旁统的生平事迹 相当传神 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方 又将往何处去 只是他那嘹亮的歌声 信守缅来的歌词 似乎似乎永远盘旋在人们的脑迹 是不是因为地震之后 旁统词已少游客 使他又重新浪迹天涯呢 这位老人一生中走过多少路 唱过多少歌呢 他自己都记不清楚 他只是见景生情 立即唱出眼前所见的事跟物 上一次我们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地说明了 他这种心情 就是 这个地方 糟酒的名字叫鱼骨 随后说那个鱼 骨头的骨叫鱼骨 这个叫剪板 按照鱼骨剪板 比起靠就是准备好的意识 能生能现云九州 今日落在我的手 五福四海任我有 不带烟茶和米豆 不带云前度春秋 就是走起那里 藏起那里 走哪个山唱哪个山的歌 就是这样 走到彭筒池就唱彭筒的英雄史 彭筒池大部分的建筑仪会 即使外表还很完整 但随时都会坍塌的 那个屋面的瓦片全部都掉下来 然后呢还有那个二四殿的这个房顶 已经塌陷 而且那中间的那个屋脊已经断裂 然后在吸缝垫呢也是那个房顶 已经在下陷了 然后呢我们这基本上呢 这墙体呢都是裂缝了 出现了严重的裂缝 然后呢这里面的石柱呢 就是这是柱头啊 就是一年这些石柱呢 也基本上移了位 其他呢然后就是在我们围墙外面 就是那个围墙有两百多米的围墙塌 那个垮塌 德阳市灾情严重的建筑又何止旁统瓷呢 民房倒塌的也不少 但是乐观的四川人很快地丢开了惊恐的忧伤 他们在相互的帮助下开始了家园重建 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当师傅 没有食物经验的人呢就当徒弟 大家来做工谁都不必付工资 几个月下来呢人人都是盖房子的高手了 一阵的时候都跑出来了 就一阵就赶快跑出来 跑出来就跑了 那有没有人受到灾害 没有 那现在是他们来帮忙你 我想帮他们了嘛 他们现在要帮我帮我来 遇到这个情况你们 就是互相帮忙 互相帮忙 互不开工资嘛 互不开工资啊 互不开工资啊 由于灾后重建需要太多的建材 能省则省 能再利用的就再利用 所以灾后重建户们用最少的钱 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这些都是灾民最值得炫耀的成绩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重新建的家 虽然不能跟建商建的新楼相比 但毕竟呢是自己双手的努力 邻居的相互帮助所完成的新家 灾灾发生之后灾民从惊恐失措 到理性的重建家园 政府给了不少经济上的援助 房屋倒塌 形成为房 无家可居的这部分群众 我们政府呢 给予2000元 一副的这个 大家各都不方的补助 那么他们现在都已经恢复生产了吧 他们现在整个人应该说 生活生产持续都趋于平稳 都因应逐步逐步恢复了生产 德阳市孝泉镇原本有一座圆带砖 名为龙户设立塔 据说呢也受灾极为严重 文物当局立刻进行检修工作 千万不能让这四川境内 唯一的圆塔再毁掉 2007年我们到德阳拜访的时候 留下龙户设立塔最完整的身影 灾后再相见的时候 它已是伤痕斑斑 其实关心这座塔的人太多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副院长 它每天都守在这里 陪着工人施工 计划中的龙户设立塔 在整修完毕之后 还要跟过去一样 不能有任何的改变 它就是一种桶中桶的结构 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结构 还是比较抗震的 所谓桶中桶就是它外圈 有一圈塔身 中间是一圈楼梯 是环绕塔上的 在头梯内部 还有一个塔心的一部分 塔心的一部分也是专器的 就是塔心石 塔心石里的共和下 所以这二的话 它从这个结构工程来讲 它是一个套着同体的情况 这种东西 这种结构形式 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建筑的 刀层 刀层都采取这种形式 可能就是台湾很多 包括它那101大楼 肯定也是采取这种 所以它总体来讲呢 它的这个结构 还是比较抗震的 但是呢 由于这次这个地震 是非常的大 这个塔当时也是震了有 几分钟 它们去当地人说 一两分多钟可能 并且是 又是一个高柔性的建筑 所以说呢 它还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破坏 我们就发现就是它 首先呢 就是这个纵向的裂缝 纵向的裂缝 是贯穿性的 从顶到底下的 这个在这个南北两侧 都有纵向的 在世上就是把这个塔 体成了这个东西两半了 现在就是这样 发展的是越往上越厉害 咱们现在在下面看呢 就是这个在拱门上面的 有些裂缝 但是呢 我们再到这个塔的 八九层以上看 它的裂缝就是非常的大 一般都有十厘米左右 整修古迹比重新建一座更难 拯救如星是容易的 拯救如旧却很难 何况这座塔呢 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都是裂纹遍体鳞伤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这座元代的古塔 能够完全修复 让它如以往般的 挺立在四川美好的大地上 年画省省都有 但也省省不同 四川年或在大地震当中 受到什么样的创伤 在下段节目呢 走访棉竹 四川年画之乡 没能找到唱竹琴的老人家 让大家感到有些失落感 不过来到棉竹年画村的时候 却再度跟八十几岁的 年画师傅陈兴才相逢了 我们特别珍惜这 再度相逢的缘分 灾后再访棉竹 只觉得街上人跟车都少了 谈贩增加了 往日大型游览车 穿梭的情况完全绝肌 不由得说棉竹是变了 市区多了这些帐篷 这就是灾民临时的落脚处 这种看似浪漫的家呢 在郊阳的照射下 热得像是烤炉 一下雨呢 立即变成水箱 它唯一的好处 是不必付任何租金 它们都是灾区的被安置户 兵就行祝福的建设的话 要给予这个资金支持 能免多少资金支持 相当是怎样子 农村这一块 对农府那每一幅 国家一万元人民币 四川深圳府一万元 目前已经宣布的呢 运作性租房的补助 是两万块钱 那么估计今后呢 这个这个 有可能啊 包括我们对口远 警方啊 以及其他社会 其他方面呢 可能还有一定的 这个资金支持 政府发了救济金 但重建工作必须自己做 这些灾民没有怨言 他们觉得自己能活着 就已经很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 诸葛双中祠看看 在这里安息着 诸葛亮的儿子 诸葛瞻跟孙子诸葛尚 他们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所以绵竹素有 忠臣孝子刚长帝的美称 诸葛瞻娶了后主女为 驸马都尉 后来承袭赴五香侯之绝 在景耀四年呢 升迁行军护卫将军 当时后主昏庸 宦官皇后用事 诸葛瞻脱病不出 当邓爱取了江游 屯兵扶城 成都已经是岌岌可为了 后主连发三召 召诸葛瞻至殿下 请他务必看先君之面 救他于生死 诸葛瞻虽然领兵七万 以儿子诸葛尚为先锋 但仍然不敌 但爱前史招降 诸葛瞻怒瞻来世 最后是父子双双殉国 墓园曾是校园 但震摘发生的时候 房屋全倒 信无一人伤亡 那么这些古建筑 清代的这些墓结构 还能够抵抗八截地争 那么像这种石头 石彩器的东西 肯定是受到了一些损失 那么我们当时这个学校 当时这是学校所在地 就正依交给文物管理所 学校你看教学楼 四层方 大约就有几千人 师生在这里边教学上课 那512如果这些教师 这些学生都在这个楼上上扩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楼就是在512 当天十多秒钟 就全部意味凭点 但是好在我们市委 做出了决定 就是在512之前 将这个中学的学校 全部搬迁 就正式 就在512之前 移交给文物管理所 就说这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决定 那么也就是挽救了 这一千多师生的 在地震发生时呢 正式移交期 同学们没有在此地上课 而逃过一劫 现在我们再回到市区 看看那些在震灾中 受到严重创伤的家庭 他们今天生活的情况 到底如何 棉竹市隶属德阳地区 地处龙头山地震带上 原有居民50万人 一阵天药地洞之后呢 超过6万人失踪 大部分学校校舍 一位平地 1800多名学生 被埋在断墙残壁之下 能活着的就是幸运者 他们经历了一场浩劫 目前我们的九年部门 已经举办了多场 推荐九年的招聘会 通过政府有许组织 把他们组织到我们的对口园 建立省 江苏省 以及园还有其他地方去打工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修建活动 办法啊 这些地方也需要一些人 救援 也可以建立那一部分救援 另外一个 如果马上我们的这个 今后的重建开始了 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这个也可以也是个救援渠道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工业企业正在接近的 这个想办法了 尽快恢复生产 这个呢 也可以协了一部分救援 那农村是不是已经开始恢复生产 已经早就开始耕作了 房屋倒塌了 家园破碎了 灾民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头 每位灾民所住的地方 都成立工餐中心 有饭有菜 灾民不必为三餐费心 按时到指定地方领取就行了 而多出来的时间呢 可以为重建多出一份力量 四川人天性真是乐观 他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几百年来 棉竹就是中国四大年化香之一 在这一次大震灾之后 那位八十八岁的老年化师傅 陈兴才 他是否别来无恙呢 我们由衷地关怀着 看到棉竹年化博物馆的外观 我们已经放了一半心 建筑虽然是木造的 但却有着抗震的功能 老画家仍然在不停地工作呢 老先生我们很关心你 所以我们今天来拜访你 地震没事吧 都裹了嘛 都裹了 地震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受地震的影响 大的影响 水都不干啥 无头水 那你搭的帐篷搭在哪里 就搭的门这边 谢谢 老画家不愿再提起震灾 他说昨天已经过去了 我们要朝向美好的明天前进 他努力工作 是为了地震前接的订单 能够如期的交货 画得到几幅呢 你该说一下 你说你一般一天画几幅啊 你也画几幅 你一天画一幅也画不去 就是一个成品上 嗯 复杂的一幅都画不去 是这样的 因为它这个有很多程序 它不是那个 所以说它就是那个 棉竹原来有五百多家企业 在地震之后呢 仅有五十家 能够正常的运转 大部分的工人 被迫从工厂走回农村 为了虎口呢 他们投入传统的手工业 等待一个新的契机到来 这强烈的地震摧毁了棉竹 几十年来所累积的经济基础 也牵动着数十万产业工人的 就业生存 但棉竹人没有倒下 因为他们知道 明天一定比现在好 节目最后呢 我们来卖个关子 谈谈成都 在过去成都市呢 有一个著名卖小吃的地方 它卖的都是 道地的四川风味的小吃 而现在呢 请各位来看看这段画面 看它是什么 各位动动脑筋吧